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再來財經大白話 這台北市寸土寸金 上個月才標出了 南山人壽 南山人壽才標了 靜義行政區的地上全 用159億 而現在呢 就是台北市的精華區的地段 地上全呢 也只剩下了兩塊 大家還是有意要來強標 所以我們來請教石聰哥 沒錯 事實上我們昨天 在節目上講到說 台北人口移出中 照理說台北市的精華區的 這個地上全大家為什麼要標 沒有錯 人口 甚至那是住的人移出中 但是商機是集中中 所以很多人都往 台北市的精華區來 我們看到今天包括說 像雙子星案就要登記了 對不對 他一共用 他未來幾年要投資606億 未來每一年都可以為台北市 創造18億元的收入 還有14億元的稅收 他在6年9個月之後會完成 所以這個雙子星已經OK 所以東區 西區的這個翻轉 已經開始有譜了 我們講當然西區有譜之外 我們看東區也是一樣 這幾天大家非常關注 接下來非常關注的是這個 世貿山館的地上全的標售案 那什麼叫做地上全 地上全是他沒有 土地所有權還是屬於原有人 但是我可以在這個地上使用 包括說70年或是90年的時間 像以這個世貿山館的話 它是可以使用70年 70年的話我在上面 我要蓋什麼都可以 我就提出一個所謂的 我要上這個標金 所以我們可以要 過去的幾個標案裡面 像南京 松江南京案 空軍的官兵的活動中心案 還有信義區的行政中心案 你可以看到它的得標 其實價格都還不低 你看你可以使用七八十年的這個時間 但是你看 你要付53.3億 82億還有159億這麼多 我們講他們用來做什麼 像這個空軍官兵的活動中心 它是由元大標下 元大未來準備把它的總部 就蓋在那個地方 蓋70年 這個信義區的行政中心 是被南山標下 南山要做什麼 他要做商辦 用到南山在旁邊 還有一個南山的這個微風對不對 所以他等於是要把那一塊都連結 變成是他自己的這個公司 這世貿山館是不是也要加入 譬如這個南山辦公圈 是 所以他傳言說 他也可能信心勃勃要想把它標下來 那因為這個 目前這塊土地是這個 掃見在信義區裡面 還有非常大的土地之一 那這塊土地預計 他可能得標的金額 會到200億以上 甚至更高 所以這個會不會是 還超越了信義行政中心 對 會不會有一個新的天價 我們來值得看看 好 另外一個國泰營區的這個案子 大家想國泰營區的案子在哪裡 它其實是在松山機場的南側的 一塊大的園園區裡面 它其實預估大概也是60億 這個可能標下來的話 可能預估得標的人 可能會把它當成是旅館 因為它很靠近這個松山機場 好 所以我們就講 事實上現在的台北的標案 只剩下最後兩個大型的標案 所以我們預計 在這兩個標案裡面來說的話 國內的這個壽險 國內的銀行或是大型的這個建商 它可能都會出手 因為事實上這些 他們現在錢太多了對不對 錢太多 我們講到郵資太多 現在的銀行利率這麼的低 它吸了一大堆的 總是要投資出來的 我們講事實上 為什麼這一次的地上權 大家會標了那麼高的這個價格 主要還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大家對未來的台北市的商辦 是非常看好的 我們講這個台商回流 入資回流 所以這個狀況來說 公補應求 當然需要辦公室 才需要我跟妳講一個狀況 現在台北市的租金 尤其是以信義區 現在幾乎是完全滿租 所以他們現在非常想說 我要在信義區裡面 有一個新的辦公室的話 那一定很迅速就滿足 而且出現一個情形是 不但是滿足 而且租金是往上調 所以這個對商辦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狀況 除了這個市場看好之外 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 地上權的標案的規則改變 我們用固定 部分固定 部分浮動 也就是說固定的部分 我就是按照這個公告地價去做 有一趴的話 是按照公告地價的這個價格 浮動調整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說的話 這個業者也比較覺得說 可以配合當時的市況 我可以做這樣的調整 我也比較願意做這樣子 這遊戲公平 遊戲規則非常的明朗 大家都願意去標 所以我覺得其實 未來我們好好的看 這個世貿三館這個案子 到底能夠標多少 預估的可能是200億元以上 看起來這個世貿三館的案子 可能有可能要到200億 才能夠標得下來了 不只是這個商辦很熱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旅館很熱 這個陸客不是不來嗎 但是這個商旅還是一間一間開 而且根據調查發現 這一年來在台北市竟然有30間旅館開幕 我們先看這一則報導 台北市今年一共新開了30間商旅 而且大多集中在西門町 像是有旅宿業者 他就租下英雄廣場 一共11層樓 正式加入西門町商旅戰局 英雄文旅租下一到四樓 八到十四樓 以及地下停車場 面積一千八百九十一坪 月租金250萬元 等於每坪約一千三百二十二元左右 隔壁的台灣人壽大樓也在招租中 不含商場一共168間客房 目前已經有三到五組外商 正在洽談當中 另外KTV正後方的海霸王 房間數已達六百間 近期再將整合 預估上看九百間 有專家指出 雖然路客被禁止來台自由行 九到十月路客人數大跌46到52 但是西門町受到日韓 東南亞等觀光客青睞 成為外國旅客消費重鎮 不過西門町中小型商旅 最近也出現另一個特殊景象 租網上就出現許多新物件 像是西門町背包客棧 直接出租整棟 每個月三十二萬元 還有其他四間商旅 也都分別求售 1.5到2.69億元 專家表示 就是因為西門町商圈熱 加上許多高資產族 看好目前商旅市場 才會有部分中小型商旅 趁機在高點出脫做資產配置 沒錯 這土地熱房市熱 怎麼連這個旅館飯店的交易 也這麼熱 我們來請教一下寬哥 據說連台宿集團的小王子 都來搶進這個飯店市場 最近連王文堯董事長 他都出來要買下 整個北車的一個商旅 這個叫希德鎮M 我先把所謂的商旅這一塊 來跟各位報告 如果說就商辦來說的話 商辦叫做月租 那月租的話 像現在大家去搶信義區 這個叫搶國際門牌 那以商旅來說的話 你就要去想 誰是外國人來最愛的地方 就在西門町 那西門町之前 前一波很多人 他們就先佈局了 先佈局 現在來到這個高點 有人願意出來接 當然會出現銜接 特別是西門町有很多的房子 他們動輒都三四十年 他們後面拚的是更大這一塊 叫做以後的一個改建 但是對於比較大型的 一個財團來說 他們專注的是什麼 他們專注的 其實跟壽險業是一樣的 我如何讓我的資產 貸進所謂的現金流 能夠貸出現金流 那什麼能夠貸出 最高的現金流 如果客人人來人往的 你跟各位報告 一間旅店一個月三十天 三十天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只要有八成滿 代表你一個月 一個房間可以收24次的錢 這個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 最近王文雄董事長 他開始要做市民的一個旅店 那目前來看的話 國內還有誰 最近的一個部分的話 比較大的是海霸王集團 去買下了軍紅酒店 先跟各位報告 海霸王集團 他們那個算盤在打可驚的 為什麼 海霸王集團他本身他做什麼 做火鍋料對不對 他做火鍋料 他做餐飲 我如果說我今天能夠 做火鍋料 做餐飲 又把客人留在我的飯店裡面 我是不是一個客人 我可以給他賺三次錢 客人可以賺三次錢 所以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你到了整個航空城去 在桃園航空城 他就有一個航空城海霸王 這個也開非常非常大 他目前在各地的當中的話 只要是整棟的 他便於管理 他們其實都很積極的 要做所謂的切入 在桑履這一塊 所以軍紅酒店 目前來看的話 海霸王就在 法拍市場給他拍下來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華王大飯店就不是 我們清一下好了 華王大飯店 鄭青天董事長 看上華王大飯店 目前這個華王大飯店 是可能會拆掉的 他認為我拆掉來蓋 商辦會比較好 我們換下一張 金導播幫我們換下一張 好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了 今年已經曝光的 有六宗的一個飯店當中的話 這個都是大手筆 55億 54億 15億 那目前傑斯旅的一個 林森店的話 他這個也要賣 這個也要賣的話 是洪國董事長的一個部分的話 他買進857坪 他買進之後 他會整個打掉 他目前的規格是 大概有可能打掉重做 或者是再重新的一個做 滿多建設公司 也跨足這一個旅店 現在建設公司 台灣的很多大型的一個建設公司 也都在做旅店這一塊 那為什麼可以做旅店這一塊 一方面 土地可以有效的做消耗 再來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他的現金流 其實是非常非常穩定的 如果說架構在持續往上走的話 這個是目前比較小的一個格局 我們下一個階段 會跟各位談更大的一個格局 日本人來 他們的格局有更大的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國內的商辦 國內的商旅 都在心心向榮的過程當中 2020年的景氣 目前來看 其實往上走的機率還不錯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大家都已經看準這個市場 包含了建設公司 包含了一些餐飲業 他們也都要跨足這個市場 但是大家也很疑惑 就是像我們剛剛提到 陸科不是不來嗎 那到底都是誰再來 而且根據最新觀光局的統計 今年的前三季 來台的觀光旅店營收 竟然比起去年還增加了十億 這真的是非常看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憲哥 是 陸科不來照理來講 所有的觀光旅館 尤其是四星級 五星級以上的 應該它的營收會衰退 但是我們看今年前三季來講 從今年跟去年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那麼從營收 這個客房數的一個表現 就增加了差不多有33萬 33萬的一個房市 那住房率是65% 去年是61% 都是增加的 65%剛好是損益平衡點 也就65%來講 它不可能賺錢 但是就剛剛敏寬講的 它的現金有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營業總收入增加了10億 你覺得很奇怪 6K不是不要來嗎 為什麼會增加 最主要是日韓大戰 日韓的貿易大戰 他們彼此不去對方國家 日本人不去韓國 那這兩股的人 他就全部來到台灣 剛好是一個三角點 而這個三角點 剛好飛機在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對很多日本人來講 他到台灣的時候 他的住宿 尤其日本人他比較注重 住宿的一個他的品質 所以他們都會住4星級以上的 韓國人只好3星級 4星級 但是你 我剛剛有講 65%是虧錢的 就是損益平衡 那你另外從客房的收入 跟餐飲收入來講 剛好差不多平分秋色 這也代表說 未來在整個飯店的經營 這個部分來講 你可能要特別注意餐飲 這個部分 那你如果從整個 我們鄰近的國家 來做一個比較 跟台灣差不多的 比如說香港 香港他去年 他的一個國際客是2800萬 今年可產了 對 澳門他的國際客是1700萬 那新加坡他的國際客是1400萬 那台灣才1100萬 台灣是2356萬的人口 所以我們等於是2.3人 去服務一個 這個外來的一個國際客 對台灣來講 我們的觀光的一個 整個產業來講 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那麼最主要台灣的觀光會這樣子 比如說落後在香港 落後在澳門 落後在新加坡 最主要是台灣本身的政策問題 以及政府在過去的硬體的投資 一直做得非常的不好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 我們台灣人本身 你會覺得說好像不錯 這個路也都鋪得很好 問題是很簡單 台灣的特色慢慢不見了 比如說你到台灣 你看到很多的夜市 你要找一個洗手間就找不到 這是在外面根本沒有想像 但是你知道大陸他們是怎麼做嗎 比如說你到上海 到上海的外灘 他就會蓋一個地下室 地下室裡面 那個洗手間就非常大 而且有一次我在差不多 2010年我去的時候 我帶我太太晚上12點 那我在想 我太太要去洗手間 我就陪她去 其實不用 到洗手間裡面有四個 那個女孩子很壯的 那女孩子看起來比我壯 在那邊保護車 所以你非常的放心 而且她要增加就業機會 我覺得台灣的 我們的觀光局也好 以及觀光的一些產業的 有關相關的人士來講 應該要去學學人家 比如說新加坡一個蛋挽之地 新加坡人口沒有比台灣大 他憑什麼一年招待 1400萬的國際客 澳門的人口更少了 他當然是有博弈 博弈 台灣也很奇怪 博弈的時候 這個澎湖也在搶 金門也在搶 馬祖也在搶 那根本就是一個亂了 已經亂了套 你說一個歐洲的有錢人 他坐了飛機 又轉機到桃園的時候 他還要再等那個小小的 然後開開 開到澎湖 萬一掉下去怎麼辦 你博弈很簡單 如果你真的要做不做 就是一個試飛體 要做就是在桃園 航空機場旁邊 那你一進來就拉進去賭 然後他的太太小孩 就拉到台北來購物 他如果賭了有賺到錢 就讓他帶回去 如果沒有賺到錢 他萬一想不開 從上面跳下來 我們農園建設又把它處理掉 一條龍的呼 這樣不是賓主進歡嗎 而且你在澎湖在搶什麼 你金門在搶什麼 你馬祖在搶什麼 這些都是假議題 台灣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如果從這個 前三季來看的話 你就知道 當然在去年 台北市增加了30家的飯店 增加了1553間的 整個那個黃金樹 那這些都是大部分 都是屬於集團的 那未來的真正最大的戰爭 是因為雙子星在台北車站這邊 會形成另外一個商圈 連結到西門町 會變成一個非常環滑的 一個商圈帶 所以現在很多人 就是在找台北車站附近 台北車站也沒有幾家 我們看到現在只有三家 那慢慢慢慢的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台灣如果說真的 我們也不要污染 我們也不要什麼六青的增加 不要一些什麼 一些比較對社會不好的 一些設備等等 那麼觀光是所有 目前藍綠都可以接受的 無煙沖的產業 那這個部分來講 希望業者 希望政府 真的坐下來好好的談 你不要去每一天 我跟你說你去街人 夜市寫 寫 寫 你真的只有去麥當勞 找不到洗手間 你去通話業是一樣的 中式 拿到拿不到 人家就在煞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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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也沒出來 幾天哭煞 你都覺得來台灣在玩什麼 每一次都一樣 三年前來也是看到這個老闆 三年後來講還是那個老闆 賣的都是一樣 今年好像在流行烤魷魚 他也在烤 他也在烤 從頭到尾30家烤魷魚 就是完全都沒有創意 完全都沒有創新 所以觀光局有聽到 憲哥有很多很多的建議 對 非常的可惜 但是我們從這樣的一個 觀光旅港的增加 一方面以喜 一方面以憂 因為對財團來講 那不差 那都收錢 尤其在CIS 整個回卡條款之後 現在有錢人在償錢 要償在哪裡 償在不動產 你抓不到 你所有的都抓得到 所以其實大家都蠻看好 這個市場 對 這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就是說 這個其實包含了 交通部長林佳龍都說 我們2030年的目標 是希望能夠吸引 2000萬的旅客來到台灣 所以有這個成長的動能在的時候 連這個日本的這種旅業集團 都看好台灣的市場 有包含這個六個純日系的集團 都看準我們台北市天龍國 來進駐 要蓋他們的這個飯店商旅對不對 就在上個禮拜 第200萬個日本旅客 來到了台灣 那我們就幫他準備了一份 很好的一個禮物 這是一個日本的一個上班族 他叫溝口林子 來到了機場 走進來的過程當中 所有人跟他獻上禮物的時候 他還嚇一跳 先跟各位報告 就在12月份 日本人來到台灣200萬人了 在這個當中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現 為什麼這麼多日系的一個飯店 搶來台去做設點 為什麼來台做設點 很簡單 第一個 日本人他們現在的人口 在老化當中 也就是說 現在很多日本的大型機構 他們手中非常多的錢 可是他們知道 能不能夠投資日本 不能夠去投資日本 不能夠去投資日本 他們就要去想了 日客往外走 最喜歡去哪邊 來台灣 日客來到台灣 剛才其實憲哥有談論到 日本的平均收入 是台灣接近三倍 所以他們去上四星級酒店 上五星級酒店 他並不會覺得貴 所以我們目前就可以發現 山景不動產 看到山景 大家有印象了對不對 在哪邊 就在林口 就在航空的整個機場捷運當中 一出來 後面的部分的話 之前他在做Outlet 後面的部分的話 包括了中校新生飯店 敦化北陸的一個飯店 中山的一個中校館 這個全部都是在市中心 這個在市中心 我們再看JR JR東日本這一塊的話 他們這次很大手筆 把原來的六福皇宮 把它全部拿下來 拿下來的過程當中 現在他們要花兩年的時間 來重新做整理 我就說這日本人真用心 為什麼 很多人過去一定去過六福皇宮 其實六福皇宮的設計不錯 他們現在可能會把樓下 稍微改型一下 為什麼 日本現在流行的是新的趨勢 樓下是商場 樓上是做旅店 這樣可以把負荷 把現金流再拉得更高 這個是西鐵 他們在西門町要做的一個 新的一個案子 然後在整個所謂的格拉斯利 格拉斯利的飯店 在中校東路跟林奇結果 他們要做 簡單的說 跟各位做報告 日本人一直很積極的 來到台灣開飯店 一來就是日本人愛來 二來他們在台灣去創造 日本人來台之後的現金流 但是這個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這個也會為台灣帶來 新的一些所謂的工作機會 那目前就各大財團來看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台塑集團在投資 日本人也在投資 台灣這幾年的一個飯店 越來越熱鬧了 不只是這個飯店 越來越熱鬧 那我們可不可以跟著他們 一起熱鬧 一起賺錢 下一段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有這麼多飯店準備要起漲了 就準備要蓋了 那有沒有一些飯店類股可以留意 稍後回來 財經大白話